有关注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前一阵子我上了锥键盘 那等下的片段呢是我早在一个月前录的 不知不觉距离我受伤的日子已经有三个星期 在目前的状况我正处于一个休息和疗伤的过程之中 平时只会做一些轻微的运动来强化我的核心 在这一段期间我不能上健身房也不能举重 如果非要运动不可那医生鼓励我游泳 因为游泳基本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单单游泳好像有点闷 那之后的我决定挑战极限 看一口气可以游多远 不好意思一下子就超过了你们的视线 但我要早一天去一个比较official的游泳池 对就是要找一个比赛惯用的奥林比克50米游泳池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原本以为呢我可以在这个标准的游泳池测试我的距离 可是我才发现这里是不可以给人家露营的 如果要露营的话呢就必须得去政府部门讨那个准证 这里有很多城好多部门 现在他在帮我用电话分着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现在又要去另一个部门了 在加班达苏干在另一个班辜那边 我已经跑了三个地方 来到了政府部门 我原本以为他们会难为我 要我准备一些攻函让我自然而退 那所以呢我就随便聊了一封来应付他们 那随之他们并没有要难为我 而是直接拒绝我 非常的绝望我奔波了整个下午 我竟然得到的答案是一个No 那没有办法是你逼我用一个非常手段 嗨 Yo Yo Oh yeah Ok thanks 衬完鞋子衬鸡彩 对 所谓的非常手法呢就是借一个GroPro 然后在游泳池那边偷拍 那我们的偷拍计划即将要开始 要避免让救生员看到 一开始我的能力呢是只能达到游泳池的一半 也就是差不多25米到30米左右的距离 好吧那我去设定我的目标是100米 对你没听错就是100米 一个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够坐到100米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族人叫做巴桥族 他们长期生活在海上 通常以潜水捕鱼为生 据说啊 他们一口气呢可以潜在水里面捕鱼高达5分钟之久 那其实憋气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静态憋气 还有一种是动态憋气 很明显的动态是比静态难度高很多 因为我们每做一个动作身体就会消耗更多的氧气 至于巴桥族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我们常常听到五脏六腑 那五脏是指心肝皮肺肾 三宫皮肺肾 那这五脏之中的皮就是关键 巴桥族具有比常人更大的皮 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被存氧气 让他们可以沉在水底下更久 今天是第五天的训练 第八天的 第九天的训练 我都忘了今天是第几天的 今天是九月一号 九月十五号 今天是2020年九月二十 也就是说呢 我练着一个自由潜憋气游泳 已经有一个月多的时间了 那一直以来 我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些训练 一直到YouTube有一天呢 他推荐了我一个视频 我都忘了你 早在之前我并不觉得这项训练有什么危险 直到我看了刚刚那个YouTube的视频 我直接梦了眼 傻了眼 那老实说我的心理素质呢 已经大大的受影响了 原本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在短时间能够练到憋气游玩100米 可是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目标分成两个阶段 先游玩50米啦 好不好 50米啦 OK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必须要提一下 就是你们要带上你们的diving buddy 就是你们的朋友一同来做这项训练 今天呢我就带了一个我中学时候的朋友 会游泳的朋友来帮我拍摄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测的话 至少他可以救我 好不好 Hello Are you ready to chan sui Are you ready to chan sui Are you ready to chan sui total不浓 vi 你很快的 这个可以救我 如果有什么好想 就是as你 就是这位 轻人 你快救我 或者遇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开心我可以一次过游玩50米完成第一个阶段的目标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想要找一个diving buddy 如果你有兴趣练自由钱的话你可以练游我 又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潜水教练你想要赞助我的话可以联络我 推进去 推多少可以啊 没有start 开始推 推下来 哦你要转先不是 对 转身 神奇的moment 没有声音 没有开 开这边呢 最近我的朋友都很有品味 哈哈哈哈哈哈 在早前我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要创立一个小小的品牌 那一切呢都在筹备当中 我深深的可以感受到什么叫万事起头难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叫我朋友设计了一个logo 那接下来正式发布的时候我会再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好的这集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们收看